在忙也要欢迎客人 我们一家方的人 怎么样 这个好 这个弄下去 就是一条 大概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才会消 很够力 对 小梁 小梁 你们在干嘛 我们晚上做点小生意 摆地摊啊 你少来 我跟你讲 文庸哥 这里面有点刑具 一定可以勾起你小时候的回忆 勾起你小时候的回忆 这个水管 我这个弄下去 爽 而且这个 爽 这个谁没被打过啊 今天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 是我的狼爸虎妈 对 所以我们看那个新闻 中国来一个狼爸 他的方法就跟现在的 这个社会不一样 他就是打妈教育 他的孩子有三个都读北大 前世我们不是看那个书上 有讲一个华一 在美国的一个妈妈 他就是虎妈 他的方式也非常严格 孩子是不准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 不准看见 这不能打电玩 就非常严格 这虎妈在美国也引起很大的 这个回响 因为孩子输读的很好 使你到很好的学校 所以这个打骂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难解释 像你们两个 今天这个刑具里面 对 被什么挨过 都有打过啊 这个我跟他这个还好 我妈有那种塑胶的你知道吗 打下去哦 这个中间还可以断掉 断掉那个戳到 哦 爽 你们家的刑部上书是你 是你妈 妈妈妈妈妈 因为我爸爸不打人 他就是用眼神的 他就在看你看到你的时候 看到你的时候 你会不含而立 会这样 你就是皮对不对 你还好就比较好动 几个刑具几个刑具 就是这个水管嘛 对不对 衣架 还有这个 小强跟我都是都用这个被打 扫把也是ok的 扫把 扫把还有笨斗 笨斗他那个那一根 有没有 可以转下来 转下以后再打 打完以后再转上去 还是可以用 啊 对 答案现在你恨你妈妈妈 我爱 哈哈哈哈 你爱为中哥吗 我啊 你爱为中哥吗 当然 当然 真的是表情不诚恳 对啊 因为你爸爸 女孩子也打 打啊 你们家辛苦是你爸爸 我们家不用刑具 我爸直接徒手打 而且都是从小学 直到大学 都大学你还爱做啊 大学二年级 有一次我跟我妈顶嘴 因为我们家规矩很严格 不可以跟爸妈顶嘴 然后我妈讲一句 然后我顶回去 我爸走过来 二话不说 啪一巴掌下去 然后后来 我就两个礼拜不跟他讲话 最后是我爸走进房间 给我道歉 然后才化解心情 所以我们要来谈谈这个话题 我的狼爸虎妈 我们要请 很多小时候也挨过揍的 现在都是一方人士了 今天来到家中做客的 就是这一群从小被打到大的 调皮好孩子 刚当新手爸爸阿丹 可是有位高阶景观的严父 潘若迪 从小在将军父亲的魔鬼教育下 坚强的成长 文史学家谢哲青 则是有位武艺高超的母亲 而小悠爱女心切的父亲 则是打他从不手软 除了这四位来宾要分享 他们家中的狼爸虎妈外 我们还邀请到处理过许多家庭案件的 麦芳玉律师 来看看狼爸虎妈 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阿丹 你小时候也是挨作挨得很凶的 是 但是我父亲的教育方式 我倒觉得蛮特别的 他不会因为考试成绩打我们 他反而是 我们做任何 危害到自己身体的安全 健康的事情 会走 你爸爸是警察吗 刑警 是高阶警官 高阶警官 我刚看那个照片 你爸长得还蛮飘沛的 年轻的时候 对对很飘沛的 所以你爸爸打你的原因是 例如说以前有一次 就是年纪小嘛 都会在家里附近的那种小河边 那刚好我们住永河 福和桥下 那个河也不算小 对就会跑去那边偷游泳 跟同学 那当然游玩永回家 大人应该是不知道 但是妈妈晚上洗衣服的时候 我发现内裤怎么有沙子 然后开始就抓了我 你妈说你会尿沙吗 不是 不觉得怎么会有沙子 然后抓了我 跟对面 那是Bunk 那是土沙 不好笑 对就是发现沙子之后 跟对我们家对面邻居 就把我跟邻居抓来 就问说怎么回事啊 跑去哪里啊 就发现我们是偷去游泳 那就是这个行为很危险的 因为万一临时长潮退潮的话 很容易 就被带走 当然 哇 被打得惨啊 这就挨揍 对 你爸爸下手 以一到十的程度来讲 蛮狠的 可以到七八分 可以有七八分 对 但是大部分都是抽屁股啊 对 拿水管抽屁股这样 你妈是不打人的 我妈比较少 我妈比较偏向就是 言语的暴力 不是我儿子 你不要心 我没有生你这种儿子 这种 就很很像从小就在演这个 娘家 台语八年长 我今天看她我才觉得她身体很壮 可能是被妈打出来的 你这么优秀小时候也爱揍我 招皮的咧 你家的刑部上书是谁 刑部上书就是我妈 对啊 你爸爸不打 我父亲从来不打人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小 因为我母亲跟我讲 我很小的时候被我爸爸打过一次 很小我没有记忆 然后下手很重 她说会打死的 后来他们两个就大吵一架 我妈妈就带我离家出走 后来我妈 我爸去求我母亲回来 就说我以后再也不打小孩 所以我有记忆来 我从来没有碰过我 我父亲 打我或打我弟弟 我没有看过 爸爸在下手太重 对 你爸体格也是跟你这样子 差不多 他以前是十项 他是参加县运十项 哇我的天哪 他打下去就得很高 所以高低杠啊 那些对啊 你妈的情部上书算是 他如果 以东厂 明朝东厂来讲 他是内厂 东厂西厂之后 还是内厂 纹尺公分 很厉害 真的 真的有时候 很厉害 对 因为如果说刚刚讲说 一到十分嘛 我们现在就是十二分 你妈十二分 十二分 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 在摔角频道还看得到 你妈做的 那些 都危险 一定是尺度 但是不能讲 不是叫你妈了 为什么 是不是那时候 你们家境怎么样 我们家境算是 算不好 应该算不好 所以妈妈是不是 觉得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那时候都会这么状态 因为我妈妈是在 我妈妈是家庭主妇 然后她身体又不好 然后所以身体不好 有时候起床的时候 要干扰 当然 那我父亲是做工程的 这个工人 他都在外地 然后偶尔回家 所以她要管三个儿子 压力很大 然后又要取家 所以她有时候那种犯错 我们从兄弟姐妹 兄弟之间吵架 然后到工程没写好 多动手 然后轻一点 她不想打的时候 就是罚跪 我一跪是跪六个钟头 我们是六个钟头来算 然后我们家有一个 组中排位嘛 跪在前面 算盘 然后顶着椅子 跪过的学生 跪过 她没怪过 那还判例 我们家不来跪这一趟 你来兄弟 没有 我妈直接就拿来 那个弄两下了 怎么还跪呢 什么 没有 你如果完全跪的话 我伟终哥会叫 现在就可以 跪在祖宗排位前面 我们也是这样子 都会跪在祖宗排位 吴龙哥你跪过 罚跪经常的是 而且罚跪还可以有payball 对不对 就是你先跪的 你示范一下 我小时候跪的样子 示范一下 跪一定这样 好 先这样 你脚放肆 对 就是爸爸来的时候 对啊 然后 爸爸来的时候 妈妈来的时候 一转身 就是这样子 对 那你回头 不然他就不回头了 好 我们今天组织节目 就靠着我们放肆 跪啊 是跪啊 那跪会整个脚麻掉 没有办法站起来 而且跪不能移动 对啊 那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跪的时候 要想什么事情 想什么 会出神 对对就出神 跪跪跪 你要在眷村就土地啊 你就看那个蚂蚁啊 怎么行径啊 对啊 很好玩的 好 我跟你讲 你最初心 会 真的吗 真的吗 那你没事就要跪啊 跪跪很久啊 对对啊 而且你跪的时候 你还要特别注意 因为妈妈会忘记时间嘛 对 对你跪 你快绿个小车 你妈坐下来说 没有他 因为他就午休了 身体不好就午休了 所以你要发出声音 没有 但是你说英文不好啦 英文好就 哎呀 哈哈哈哈 上半天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真老实 也折青 你就不会发出声响 就跪了六个小时 有就会会 当然会讨饶啊 讨饶 我们先不吃这一套 对啊 他要等到他气消的时候 气消他才会 他才会把手 可是你刚刚结束掉 下午的课程 晚上的课程 等一下就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因为晚上吃饭的时候 例如说 吃东西 讲话 所以不行 然后跟弟弟打架 不行 因为就讲 这个碰一下 动一下 动一下 就打起来 打起来的时候 妈妈 家伙一操 你如果简单一点 就是炒菜的那个锅铲嘛 椅子 水管 扫把 皮带 几乎 几乎 像武侠高 像武林高手一样 你看得到所有东西 它都可以变成武器 韦东哥比较了解 在眷称小孩的那种教育模式嘛 那种跪法 当然跪是太普通啦 那是最普通的 我们家跪是画一个圆圈 就是你一个半径 就是你这个圆圈 就刚好就在你的位置 你不要抄袭 唐山杖跟圈尔通 对 杨先生就真的画一个圆圈一样 但是因为你跪有时候会这样 画地为牢嘛 会这样 会会会会会 是筋很软 对啊 你从小在练筋 所以我就奠定了 潘若地以后做 对啊 做方体 做方体这个所谓 这个这个基础 基础 他会画一个圈哦 让你跪在里面 像说这最少三个动手起跳 就是跪的时候 而且爸爸让你跪的时间 绝对不会是什么中午早上 他都是在午夜的时候 过十二点钟开始 我就让你在最困的时候 爸爸画画 他时间比较晚 他他让我在那里跪 他自己是看得到的 你如果倒下去 他那个毛笔就 就丢过来了 广告颜料 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罐子就 就会丢过来了 他看见他已经已经要 好像要昏睡 那种感觉很累 所以他就偷偷走过来 叫你起来 你你说什么地方人 我湖北人 你湖北人啊 你怎么讲像山东话 我想死车华人 因为身体面太多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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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对 他这个习惯就是 各有一个罐巴子 就是 哎呦 我们讲四床华 四床华 我妈妈就是 就是对 他就是这样 一九二就来了 最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我数学那次考两分 哈哈哈 他气到说 叫一门清炼 给你搞那个罐巴蛋 哈哈哈 不是这样 他气了 我那个枪也拿出来了 枪 冰跟着对 我要是不抢 我怎么对得气过甲 我怎么对得气过甲 都不严慌 那是从两分合理 他两分不严慌 你不要说他为什么不抠板金 我不是 你干什么抠板金 就现在没有我了吗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弟弟打架 然后我顶着你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 结果我妈就打我 然后后来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 你不要打我 你打我 就 你 我去顾一遍你 不要打我 就说我吃虹油 我不要在这个甲 我妈说我打死你 我就把你埋在后院里面 后来就带着比较满 对 我们一家方文人 他就是因为他当时气是觉得说 教你这么久 他说你顺便踩一个 踩一个四分嘛 你踩两分 你怎么会 不是 你要这样说起来 是不是你们家隔壁有住 功课蛮好的人 你爸有比较 对 那你搬家 赶快搬家 对 那五三千就这样子 我的家不太优秀了 这卷真的会比较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 当然会比较 他说考两分 他们家住深山里面 他爸真的不会这样 那这卷村 那 不是你两分真的太少 哈哈哈 我刚刚他讲 跪是地面的嘛 他还有空中的 那个就像是 好比说我们有一次 因为逃学嘛 就教课嘛 你念书不念书 后来学校老师来找 找家里面家长 三个人都是 都是自己村子里面的 以前有没有学校 一个篮球场 就是我们卷村里面 有一个篮球场 那旁边有那种吊单杠 就是都是会有那些 所谓运动中心嘛 还有什么什么打乒乓球式 那些 然后老爸就叫你出来 三个小孩就叫出来 就每一个都吊在 那个篮杠上面 那跟晒腊肉一样的 就是吊在里面 用那个皮带 这样绑在里面 还绑在里面 就吊在里面 先吊 吊快四十分钟 那当时 所以就看了 拍手机从那时候开 就练 8块钱 哈哈哈 你太显背了你 这时候还要做 还要做给我们看 八块腹肌 这个太爱显了 有一种情况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这些 父母先章出来之后 好像都会比 谁先训练儿 教训儿子教训的 比较厉害 这个妈妈骂得很凶 变得抽得凶 这个就是拿水管 或者拿东西丢了 老爸当时有话话不说 水管拖鞋 全部拿着往里山 猛打一通 然后讲讲的半天 讲的半天 就是不停嘛 走出来 砰都给你一脚 哈哈哈 走的 我发现 这样子 三个孩子被吊到这里 镜头攀过来之后 这边挂着 腐男拿肉 哈哈哈 拿肉香肠 哎 很惨的 很惨的 就一脚 屁股就一踢啊 一脚就踢啊 当然眷村里面 你这样被K了 你这样被K 那很多人看你们挨揍 挨揍的时候 很多人 眷村是谁家打孩子 全部回来看的 对 对 然后隔两天 这小挨揍 以前挨揍的 也回来看你 就是愿意愿想抱 哈哈 愿意愿 很多人来看 你们这腐男拿肉 我那个很很糗啦 那就是很糗 可是因为 都在那个村子里面 你怎么样就是这些人 每次被打的都是这些人 所以你也就自然而然就习惯 可是会比较说 谁家打的会比较凶 谁家打的 那可是那因为就怕嘛 老爸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口头上 一定就说 你这个祸 你这个孽畜 孽畜 说我这个祸 我是孽畜 骂的这么凶啊 还凶啊 那你小时候 那小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人格的 他一面骂你孽畜 一面手上毛笔 春年还写六处凶 说起来是真的 你有没有受伤 在那个 其实那个当下是会受伤啊 是真的会受伤 因为那个过程太苦了 这是军人 你爸是警察嘛 对不对 除非你就是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危险的时候 他才出手 其他的不会 会很无理的教训你吧 在我小时候印象中 最深刻的一次是 在那之前我爸都还会 因为 因为我有个妹妹 那我跟 我常会欺负妹妹 那我爸之前会因为 很多事情可能会打我啊 或什么 直到有一次 因为我妹妹还年纪还小 然后那时候我也 国小吧 念书 那时候刚念书左右 把我妹妹 拉啊 举啊 就双手 两只手包 就被我弄脱臼了 然后回来以后 我爸很火啊 下班回来 然后我阿嬷跟我爸说 这个女儿这手 怎么样举不起来啊 怎么样 然后就我爸火了啊 我爸当然疼女儿嘛 然后就把我抓起来 压在地上 然后拿水管抽啊 然后就说 有啊 把欺负妹妹 然后一抽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说 要 我还最要啊 你嘴巴倦 倦 然后那我爸 那时候我也年纪很小 然后我爸又抽说 你还最要 还敢不敢 还要不要抽 我说要 然后我爸越抽 已经抽了七八下 那个真的是力量很大 我爸那时候 顶多也三十出头 那个年轻气盛 那每一 免一边 他现在后来跟我讲起来 每一管 那抽下去 他自己都有吓到 这么大力量 居然 倔强 对 居然这个 这个 更火 这么 男生 这个 这个儿子 这么小 就这么倔 那我以后 一定要换方式 来来教育了 如果再进去 这样打下去 我看这个儿子 以后一定 所以后来不打了 后来不打 就变言语暴力 就是警察 应该有受过一些训练 对不对 对啊 会不会使用在你的身上 会不会被半夜 被叫起来 不至于啦 但是到后期 对我开始叛逆了 那当然因为我爸 比较就不打我 到了高中时候 我爸用的方式 就是不停地 讲道理 动之以行 随之以礼 然后又唠叨 就像周星驰 那个西游记 唐三藏一样 在你耳边 一直重复讲 一样事情 希望能够 他身教做好了 言教 希望也要灌输你 一样的观念 那那一年我高中 考大学 没考上 在准备要决定 要不要重考之际 还是难免 想说玩一玩 再去重考 那还是打扮的人 漂漂亮亮 真帅 漂配 然后我一个 很好的拜拔兄弟 也到了家里 我们要一起 就想说 啊好吧 趁重考前去玩啊 去玩一下 然后就开始 我爸就看到 就发脾气了 就觉得我又是 爱慕虚荣啊 然后又 又整天 还是想着玩啊 然后心不定啊 都考这么烂了 那你就说 你书不要念好了 那你干脆 就是 我不要求你啊 你去 直接先当兵啊 什么什么 然后又不断地 言语攻击我 终于 我在被骂之余 我 当然那时候 已经叛逆期 开始交一些坏朋友了 平常以前 都是用拳头 在处理事情的 那 父子之间 永远是有一个 很奥妙的关系在 就是 我气到 我很想跟我爸打架 可是 你又不知道 怎么去发泄你的气 你跟他沟通 他又不听 他又 有没有办法 他也不认同你 你也不认同他 然后两个男人之间 荷尔蒙作祟 我冲上前 冲上他站着 我冲上他面前去 但我又想 又想要 推他 可是那个动作 也不是真的认真想推 可能我有做一个 做事 你看已经有创伤症候群 我也忘记了 但是 我那时候仿佛要做 一个动作要 要推他 好像 类似这样的动作 结果因为 他们以前警官学校 都选拳 请拿 爸直接一转一勾 就要过肩摔我了 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 因为我没有真的想打他 但我要打一定是打得过 对 对 这听不知了吗 不过那时候我 年纪了 对啦 但 我也没有真的要打 然后我爸一转 一勾 一勾 然后我都快要被他 摔到地上 所以我爸挺住 把我拉起来 拍拍我的肩膀 然后说 你现在打不过我了 就是想想小子 你要多练几年再来 这种感觉 然后就开始 话锋一转 他就知道 要再用温柔攻势 对 就是孩子会反抗 而且你爸妈对你 打到从一分到十分 你刚才说打到十二分 然后随手抄东西 飞到家里 刀光剑影 对啊 什么扳手啊 铁锤啊 扳手 任何的重金属都会出现 对你是有阴影吗 因为我小时候很爱顶嘴 很爱顶嘴 然后妈妈讲 讲不过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弟弟打架 然后我顶嘴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 结果打 就我妈就打我 然后后来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 你不要打我 你打我这种 你 我去顾了院 你不要打我 我去顾了院 我不要在这个家 我妈说 我打死你 我就把你埋在后院里面 好像黄秋真的埋在后院 以前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后来就一直打 我一直在白在后院 我都在白后院里面 就是白在比较方便 对对对 就一起啊 比较适合 就一起啊 你们这边都爱过揍的 原来爱揍的 你就跟这只小孩在旁边看 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不过后来就是 等到我大的时候 因为我就 我就不想在家里面 你知道吗 因为 后来我差不多也是 在国二的时候 妈妈打不动我 有天她打我 忽然觉得不会痛 那我妈打了 她后来就停手 她就看着我 她就说 你现在大了是不是 我动不了你了是不是 她就放下 就完之后 就进房间开始哭 开始哭 那我印象很深 后来从那一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入冰点 大概好几年的时间 我们不讲话 那时候我才国二而已 然后后来到高中之后 我就自己出去工作 所以我高中 大学研究所 我的钱我都是自己赚 包括我出去念书 这样 后来跟家里关系 就变得很疏远 变得很疏远 后来是因为 我出去旅行好几年 我叛逆期 是前几年才结束 回来 其实是跟 你不要玩 对 跟家里和解 是跟自己和解 因为我们不了解 父母亲的痛 他们负担家里的 那种 那种沉重的压力 后来回来之后 我才了解到他们 这样子 然后我才试着跟他们 就是原谅自己 那原谅 应该是说 然后去接纳 要让他们重新接纳我 这样子 以前我们讲句话说 其实有爱的家庭 小孩子不会变坏 但爱的表达方式很奇怪 不一样 他有时候真的就是用打的 对 真的是用打的 韦东哥 可是你不要以为说 这些男生叛逆期 被打得很凶 小悠也被打很凶 我刚才想 因为阿丹你的爸爸是打你不打女儿 对 不打女儿吗 对不对 几乎没打过 你们俩都是 都是儿子吧 我们家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 所以真对不起你啊 对 但真的也难怪 人不打他打谁呢 对不对 一定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是 所以小悠要讲的 哈哈哈 小悠也被打得很惨 你们家女儿挨揍啊 而且我们家只有我挨揍 我家有哥哥姐姐就只有我挨揍 然后我就想说 你爸爸打还是你家是男单打 女单打还是混和双打 哈哈哈 只有我爸爸 然后我妈是整个就是很疼我的那一种 你爸几岁了 我爸现在六十几了 哦 差不多我们这代双场一点 对 应该教育念会改变了 为什么 你是不是你真的很麻烦 小悠 因为我是 没有 没有 青春的 这有点严重了 我是因为我小时候 因为我是他们最小的女儿 因为我妈 那时候我姐都已经七岁了 才有我 那所以我是最小 我妈那时候都三十五了 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小孩就会 我妈就蛮宠我的 可是我爸会觉得太宠了 因为像我小时候就有个毛病 我很爱买笔 我就从国小 我就是一种笔 我就是十字给他买下去 我都是一打一打的买的 我的笔可以装整个那个洗 洗饼盒装五六盒 我们家的床底下都是笔 然后我爸就觉得这个女儿这样不行 生病了 家里以后会倒 我爸为了治我 他就决定有一天就把我笔全部给丢了 那我那时候当然是崩溃 我就抓着他讲说 爸不要丢我的笔 然后这时候他就真的是火了 就用那个绑抱纸的那种红色的绳子 把我的手就整个绑起来 掉在柱子上面 然后拿那个刚刚有看到那个扫把 那个梗啊 就是前面那个柱子 打到裂开 然后全家人就是都在求说爸爸不要再打了 然后我爸打到说他就是手头还流血 然后倒在地上哭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他有这么恨我吗 然后我那时候都会觉得说我的肋骨要断了还怎样 结果都没事 因为可能已经被打到就是训练自己的那个冷痛能力 所以我发现我发现我长大打针什么都不太会 所以我又听不听说你小时候也被打很惨 我们家行部也是我妈了 不过我我我我很惊了 因为我有奶奶嘛 我奶奶会挡 会挡我这次跟我奶奶会 我奶奶很疼我 我奶奶 我妈那时候年轻 一 左手稍微用一个永春短镜 把我奶奶一推 我奶奶一进门 手一扣 右手抽起那个鸡包袋 啪 满屋子飞机 达到什么时候 达到大学 我刚刚听姨佩强达到大学 但是不是你不是常挨揍吧 我常挨揍 而且我是莫名其妙哦 就是像那个时候我高三念书的时候 你爸爸会没有理由打你 我爸都是为了省钱 像我那时候高三 他是很怕我考不上公立的 因为我那时候交了个男朋友 然后他都会阻止他打来 比如说他打电话 他就说 你现在是跟我女儿怎么样 想要害他这辈子嫁不出去吗 你要让他考私立吗 你要付学费吗 然后就开始跟他讲半天 就我在那个房间念书 我也都不知道 他就进来突然拿那个罩把 就打我背 然后我就傻眼 我就在念书 我也没干嘛 我就怎样 然后他就说 怎样 男朋友很厉害是不是 他要娶你是不是 你再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跟你讲 你功力考不上 你不要回家 然后我就会整个觉得说 我莫名其妙我也没干嘛 而且是直接被打背 然后通常就是像姨佩 可能八头我都有 你会很恨你爸爸吗 小时候蛮恨的 你妈第一次打完你还会哭 会哭 所以你这个画面记得很深刻 很深刻 所以你可以体会你爸爸一定很气 你气得没办法 他压不住自己情绪 不会 他是不是有点躁欲 还是怎么样 就小时候跟我像仇人 这是真的是 你大概就是顶到他什么 他最不能忍受的 你会顶嘴 是怎样 白讲不听 我还蛮会顶嘴的 白讲不听 现在父母亲打孩子会打到会 自己会哭那种是什么 要给撞 我不太了解那种 我没有办法体会那种感觉 他也不想打你吧 我想说打过 我小女儿 因为拖鞋打完屁股之后 我也很难过 因为你压不住自己脾气 对 像我妈每次打我 打完都哭 一定 所以我从来我的童年里面 就是妈妈的泪水 跟我们的泪水 就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 都混在一起 长大到现在 没有看过我爸爸哭过 没有看过他掉过一滴眼泪 铁真真的汗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 你爸上中间叫做把泪线 那种规定要把泪线剔掉 他连走路都不让我牵着他 他会说干什么 你还没出息 男人要男人的样子 那是也是军人的强迫症 他就是要军人 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 你说打到什么 我打到当兵 我当兵退我回去 没有不是退我 就当兵休假回去当中 他还是打 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 他有个习惯就是 没有好久没回来了 想跟再练一练 练练练要反应 他那个真的听得很离谱 就是眷村 可是 可是我到现在 我是完全不会恨他 你知道 因为他虽然是那种教育的方式 对我来讲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我说坦白的 我村子里面的那些挂的挂 关起来的关起来的 我的同学只剩下我一个人 是规规矩矩的活到现在 所以他们也没有被打 我其他朋友可能都是去外面打杀 不是断了手 被砍了脚 到无期徒刑 关起来到现在都有 就是你规规矩矩 就我是唯一最规规矩矩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 跟你父亲严格的交流有关系 对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如果他不会让我觉得 对很多事情 你又要去了解 是非善恶 你可能今天就走骗了 对 那就是这样子吗 到底是邦达出孝子 还是慈母多败儿 这个其实 自顾以 自顾以来就误解 那律师 有没有你的案子很多吗 对 今天呢 大家本来呢 这应该三个都是我的案例才 对 惩罚孩子就是代表 就是 就是有罪吗 还是怎么样 这样讲好了 你解释一下 体罚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地 是禁止的 学校体罚 但是对于说 父母可以不提罚小孩 这件事情 但目前我只看到三个国家 就是以色列 瑞典跟德国 是禁止家内的体罚的 那我换句话说 台湾呢 还没有禁止 还没有禁止 换句话说 爸爸妈妈对小孩 他是可以行使惩戒权的 惩戒权 但是 限于合理范围 这个很抽象 对啊 什么叫合理范围 所以换句话 像刚才哲青那个 不会死就是合理范围 有管教的必要性 那那个管教必要性里面 你说譬如打手心 打屁股 这样算不算 那当然是见仁见智 但是当然以三位来讲 在如果在法院 这绝对是过当的 是由法官来判决 对不对 由法官来判决 那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呢 这样情形一定是保护力 家暴法的保护力 会跑出来 也就是说可能隔壁 那个眷村呢 在看纳场的时候 他可能就可以打一一三 通报出去了 申请保护力 那第二种呢 就是说 如果这样情形下 如果像有一些 夫妻两个 可能因此 要来打离婚官司 可不可以说 因为你过度管教 而构成 也会哦 甚至上升你的监护权 那第三种呢 就是说 这样如果违反 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化 爸爸妈妈是要去接受教育的 亲职教育 还有罚钱 所以他是不可以 那我回到来讲 有没有刑事责任呢 其实那有刑法 有恐吓安全罪 对不对 有伤害罪 有公然无辱罪 我替下来刚才 其实是所有的罪都构成了 年轻的时候 还好没有认识律师 对啊 因为刚刚大家都有在分享说 小时候被打得很惨 你已经跟我解约了 你还过来 那我们也很想知道 韦伦哥跟小时候 应该也比较好动嘛 我相信电机前面 观众朋友都很想知道 尤其是我 也很想知道说 有没有被打的真人 哲青 你那个 完全变 完全变成了 听说你小时候 也被打很惨 我们家行部也是我妈了 我爸爸军人 但我爸从小 没打过一个 对 那我爸是老好人 就是因为他 我爸常村长嘛 常在外面忙别人的事情 说妈会很怨他 说孩子都是我带 所以 你这也是一个状况 跟你的状况很像 那爸爸就很容易去 爸爸很容易逃 他外面忙嘛 回来之后就跟孩子玩一玩 他就睡觉 然后喝完酒就睡着了 就这样子 那妈妈要每天面对这种状况 标会养四个孩子 然后我奶奶也在 你压力很大 我妈到台湾的时候 才十五六岁 对不对 然后十五六岁就做妈 二十五岁生四个孩子 上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婆婆 然后眷村这么大压力 学费都没有的着落 她怎么不活 她跟你妈一样 那时候说比较妈妈 飞标比赛 你妈跟我妈不知道谁赢 所以是拿着什么东西 就打 一定这样子 一定这样子 但我妈个性乐 她打完之后呢 过一会儿 我们就全家人开开心心 就是她的个性本身 是可以这个样子 我说你现在会打小孩子吗 会不会打小孩子现在 小朋友的时候 打我小屁股啊 但是什么 大概在什么时间呢 很小的时候了 所以现在是不能碰的 对不对 女儿不可能了 女儿到了一个 不可能打了 以前全身打女儿也是一样 都打腿啊 要打的时候 不能打脸 不能打脸 就都会固定女儿 不能打脸 没事 随便 随便 那真是这样子 倦村很多是这样子 那你被打最惨的是什么 是什么 不 我很惊了 因为我有奶奶嘛 对 我小时候爱过两个游戏 一个是跟同学玩 跟倦村的邻居玩 一个是跟我奶奶 跟我妈玩 都是老鹰做小鸡 我奶奶会挡 我奶奶会挡 会挡 我奶奶很疼我 我奶 你妈 就这样子 后来我跟我妈取过外号 叫笑脸藏刀 我妈每次都笑笑的 要打我的时候 笑笑的 然后呢 就老太太 老太太跟你讲 就把老太太 我妈那时候年轻 左手稍微用一个永春短镜 把我奶奶一推 我奶奶一进门 手一扣 右手抽起那个鸡毛袋 满屋子被鸡毛 我奶奶后来说 不要打了 被鸡毛都搬到一个神公司的话 就是跑 就这样子 然后我妈我又很惊 我很惊 可是有一次我太坏 因为我们 我们捐尽读沈家中 在嘉义都知道 以前沈家中有个坡 那是骑坡 骑牙车 坡着下来之后 就大卡车 撞刺很多人 所以妈 我们就皮嘛 就一定要 这样子冲下去 那个是在 那个应该是小 也是小学的时候 小学国中的时候 那每次这样子 我妈就盯我 就不准这样子 回来就挨揍 可是我就一直躲 那有一次我妈就在大小图 等着我看 我想啊 冲下来 啊 我妈在左手边 我记得很清楚 啊 我妈在那边看 啊 已经出来了 速度还在 也没被卡冲到 我妈已经被甩到后面了 几个圈子小孩 都在这边 声音还不停啊 因为她没看到我妈 反正就一路到 一两百公尺 回家之后 我想我妈 大概是偶尔撞见 偶尔同意在我魂心 不是故意的 就我妈故意要对我 但是打不到我 因为我惊啊 那我妈也是不露声色 我会跑嘛 就算一跑 就一边跑就跑 这样子跑了跑去 我妈不露声色 说洗澡吧 我想自己接过去 所以洗澡 我进了门之后 洗澡 把衣服脱到一半 脱到一半 我妈进来 撇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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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换这个肚皮肤这个 太好笑了 我妈亲妈的 我妈到后来 我妈现在 我父亲过失之后 我妈妈现在话也比较少 以前我妈这一段 经常讲给别人听 哈哈哈哈 就是真的是 亲手屠龙记 哈哈哈哈 我记得有一次 我是录影完 我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然后我回家我就大哭 然后我爸爸就走过来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就说 就是 如果坐不下 没有关系 你会儿爸爸养你 然后第一个就觉得 欢迎客人 我们一家 方的人 我看的一个报道 实际上讲就说 我们在演员圈都出过事 你也出过事 对 你出事之后 你要回到家乡去疗伤 然后你回去大哭 然后你爸爸 刚才讲说 你爸爸是个军员 对 那军员看到儿子 就是英雄有泪不轻弹 对对 看你那种大哭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他对你的方式跟感觉 是怎么样 不是怎么样的过程 那个是我看到 我应该是说 从那个时候 我体会到 他对我真正的那个爱 感觉 我是一个抗压性 那个就是被爆上那时候讲 对 我是一个抗压性非常大的人 那不管怎么样 东西是被放大也好 可是那个过程 是让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再 承受那个压力了 我回到家 唯一最大最大的期望 就是说 我想要回到他身边 也不是说因为 爸爸在我什么 我只是想 站在他旁边 就坐在他旁边 的那个感觉 是对我来讲 是就是一个依靠 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自助 那是你进演一圈之后 第一次 那种比较算 绯闻或丑闻的事情 对 我一看到爸爸来了 我就 整个就 就真的是那种 就真的这样大哭 就很激动 那个感觉 我没有讲 就是大哭 哭完了回到家 他说你把心里放好 去休息一下 就这样 我只有 就这句话 把心里放好 去休息一下 我就休息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他在桌上写了一个字条 那个字条 对我这辈子 到现在为止 我印象很大 我请爸爸在那一年 把我用毛笔写下来 我把它框下来 放在我的 现在的家里 爸爸说 这个吗 对 人是伴我 以其能变不如能容 人是无我 以其能防不如能化 繁花密柳处 拨得开方箭手段 狂风暴雨时 站得稳 蚕是脚跟 那个他没有骂我 就没有任何一次讲我 他只是告诉我 这是你选择的圈子 我当初就告诉过你 叫你多念点书 你要防演艺圈跑 他说这不是一个是非圈 不是是就是错 而是一个选择 他说你选择的是一 别人看是二 听的人是三 你永远不会有一个目标 所以他其实 这个部分他没有责怪我 他只是告诉我 这就是你自己的路 你要自己去承担 我当兵八年半 这一路走来 只是希望自己 可以很轻松的脱离开他 当兵的前一天晚上 他叫我跪在书桌前面 叫我跪在书桌前面 没有骂我 就告诉我 告诉我说 你选择这条路 就是你自己走 你如果敢跑回来 我就会打断你的腿 就是告诉我 你就要当兵 就要好当 因为他是个军人 他说你想跑到哪里 你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因为他每一个单位 他都熟 你根本没有想到说 他会来送你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结果他来了 他那天来找到 我的车厢的位置之后 他看了我 就丢了一个黄皮纸带 就硬丢在你身上 就走了 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讲的话 他就走了 我打开那个黄皮纸带 我当二岁之前 我爸爸没有给过我零用钱 里面有两百块钱 他给了我两百块钱 他用宣纸写了一封信 他说若迪 人资成长 一如上阶梯建高塔 绝对无法投机取巧 我们有心身为人 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 也不幸身为人 必须苦衷求乐 古来多少 明讯在在告诉后辈 努力方能成功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青春美貌都会消逝 唯独内在学识涵养 永在复制 这是八年半来 一封信 什么都没有 真的是棒打出孝子 对耶 爸爸是一个念很多书的人 他教你的一些方式 只是他用的方式是不对 你跟你爸爸有抱过吗 有有有 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在八十岁生日的那一天 他现在八十几 现在八十六 从那次之后 你会对爸爸的那个感觉 完全放下 因为你不知道 那个感觉是什么 我告诉你很微妙 非常微妙 就是那天刚好 就是因为小康拱着说 哎 可以了 就给爸爸磕头 我就爸爸生日就跪于爸爸磕 你看我爸那个样子 像是会这么容易放松的人 他就不是一个这么容易 很坚的感觉 很坚的人 坚人 对 他就是非常的坚人 他连 他拍到他从来不笑 他就是这样 好严肃 对 他就是这样 他比讲功笑的还少 然后他就 那天就跟爸爸磕头 那我就跟爸爸磕头的时候 然后小康就说 抱抱抱抱抱抱 我还犹豫不太敢 我说 爸生日快乐 我想抱你一下 他就过来抱你 你知道那个抱下去 那个感觉 不是只是搭着你一下 老爸就把你抱得很紧 他抱得很紧 他就一直 一直拍你抱得很紧 然后我在他耳边说 爸我爱你 他在头这样 然后又抱 就是又再更紧一下 那一下就整个 就是你知道那个 那个感觉 这么多年的压抑 这一切都过了 所以我现在很敢当的爸爸磕 你记得回去每个礼拜 我都会打电话 就爸我爱你 天气变了 你要加衣服什么什么 我到现在敢讲了 因为以前在那个时候 我说不敢讲这种这种话 他在我抱的那一年开始 我现在 他爸爸也慢慢老了 老了 对 可是他非常健康 人老 对 人老了就会开始讲实话 就开始 他也会真的感情会出来 对 会这样子 对 小又哭了 很多这个时候 看每个人 工作人员 我跟你讲 经常这个时候就拿手机打出来 爸我爱你 可是我刚才就想到 我都没有跟我爸说过 我爱他 真的吗 女孩讲的话应该很容易 比我们男的容易多了 对 因为我跟我爸 就真的是小时候到长得 都很像丑人 就直到说 我就是进这个圈子 然后因为我最近 就是可能比较少回家 因为我自己在开服饰店 很 就是在忙店里的事情 然后就是 最近回家的时候 可能看到爸爸就觉得 他就真的老了 然后就是虽然就觉得说 就上一天到潘老师的故事 觉得说他跟爸爸以前很严厉 可是现在是很好的 可是你现在如果工作碰到 不愉快的事情 爸爸会就是安慰你 或什么吗 就是我爸虽然都是不会讲说 那种是什么啊 你怎么样 可是他有一次就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录影完 我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然后我回家我就大哭 就是说 可能就是心里觉得说 难过这样子 然后就大哭大哭 然后全家人都想说 怎么了 你怎么了 然后我爸爸就走过来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就说 就是 如果你做不下去的话 没有关系 你回来爸爸养你 然后第一人就觉得很感动 就是觉得说 我